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來靠北天秤座的戀愛陣頭 金星天秤 是眾人眼中的男神與女神 談起戀愛來 個個都是愛神 火星天秤呢 就算心動 也要優雅心動 從約會到性愛都追求 完美主義 親愛的 鎮頭一 完美情人面具 總是喜歡把自己打理成完美情人的樣子 過頭了 彷彿就像戴著假面一樣 什麼時候才可以拆掉他們的假面呢 鎮頭二 內見撩人機制 由愛神守護的天秤座呢 每個器官每句話 都撩人 但是完全都不用負責任喔 說白了呢 就是個嘴炮空家王 嘴炮空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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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頭三 曖昧大王 曖昧最美 人人有感覺有機會 卻沒有人有把握 可以把天秤座追到手 江南加宇 預備心 憲憲 憲憲 今天幹嘛的情緒這麼滿 是怎麼回事 土波你有被受害嗎 我都跟天秤座被愛阿 五福抱怨時間 你知道他們不是選擇障礙阿 然後又喜歡把經濟選擇權放在別人身上 然後自己有錢 小朋友出現出來 我們要來為天秤座評判一下 他們好的地方很好 但極端的就像新主播說的 好想知道有什麼好的地方喔 其實呢 那晶晶天秤的人呢 他們是因為是愛神跟美神 偉大師守護的一個星座嘛 那對人呢 其實他們很和善 談起戀愛呢 很多的招數 哄對方的開心這樣 那請問一下要如何 超前不只讓晶晶天秤愛上你啦 好了 不甘願 晶晶天秤喜歡就是 所有美好的人事物 那選擇對象 除了會重視外在美 以外 更重視相處的美好 如果你帶給他如霧春風的感受 他會讓你們墜入愛河的享受 那請問一下 火星天秤在情慾上 怎麼展現他的玩意口碑 很繞 他們不喜歡直接來 喜歡鋪陳整個浪漫的過程 他必須要先贏得芳心 再佔領身體 從餐桌開始 他的浪漫前戲 上了床 才是好戲登場的開始 坐滿座豬頭被開磚 離開他的床 所以天秤情人的愛情情拿出就是 要是長得美 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讓他們有那個戀愛的衝動 難怪天秤真的有愛過 因為你美啊 哈哈哈哈 然後要讓相處覺得很愉快 他撩你的梗都可以接得到 先把其他動作選項打敗了以後呢 直求告白 讓他只回答yes or no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勉強 好 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觀看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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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